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居民来投放这个厨余垃圾的时候 我们让他做好分类 然后呢 我们再引导他 指导他们怎么做这个分类 然后厨余的纯净度达到什么标准 然后给他们讲以后了 我们把那个厨余倒在这个厨余桶里 然后把剩余的塑料袋子那种属于是生活垃圾 叫其他垃圾我们放到这个桶里里 然后这样的话他们也就知道以后怎么分类 然后我们用这个APP就是小程序的 然后给他们做积分 现在是研导他们 然后我们现在的积分就是可以兑换小礼品 我以前分类呢以前就没有这样的意识 现在有这个分类以后啊 加上大家的这个宣传以后了 我觉得我是在家里的时候就有意识 把这个垃圾就分开了 像厨余的这一块就湿的 我会把它装那个袋子里面放那个垃圾桶 然后干的呢我可以像那种塑料包装啊 纸袋啊我会把它放旁边 我们家里都准备了三个桶 每个桶厨余的就知道厨余的 我就告诉孩子们 有时候偶尔来我不在家有什么事 孩子们就我就告诉他怎么弄怎么弄 不麻烦不麻烦 你习惯就像生活习惯了就好了嘛 就是嘛 我刚开始我还挺紧张 我说完了岁数大量 跟垃圾都不会了 其实这可方便了 我觉得呢这件事呢 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同时呢减少沾地 还能资源地重复利用 这是一件好事 一个社会一个人都有好事 我们应该积极支持配合这件事 刚开始前是有的 有不确定的 后来这个社区一直宣传嘛 那个他们生态人也来宣传 所以说我们到现在 基本上大家都能了解了 尤其是我们这个家庭主妇 了解的更透 再给家里年轻人普及 就是把厨艺垃圾 搁到厨艺垃圾的里边 然后呢 把其他的垃圾搁到 其他垃圾的里边 把这些垃圾 分到一类里 那个保洁员会 按照那个垃圾桶里 里边的垃圾 分类 很多的 垃圾是不是不能乱人 你都会拿来这里头 是不是 嗯 这一块主要是让居民有一个意识 你看我们这写的是 还是定时的 早上七点到九点 这样 这我们居民有一个意识 就是慢慢地培养 这个厨艺垃圾 能够定时到这来投放 如果将来能形成这种模式的话 那我们就厨艺垃圾 在小区里不落地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 您早上扔着出鱼 到下午可能就味道就出来了 如果能实现了 这一点定时厚放 我们小区里就没有 这样的出鱼垃圾了 就减少一点 这种环境的污染 对小区的环境 使用一个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